Hello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仲哥 今天是7月23号 行情终于反弹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哪边注意呢 请大家今天的影片 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一开始还想麻烦大家 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这边也想麻烦大家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把这两个群组都做加入 Lite是小老鼠BBA5820H Tel官是FY17168 请大家两个都帮我加起来 那当然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很重要 这两个群组一定要加入 因为我们的盘前盘中盘后的免费分享 都放在群组里面 请大家两个群组都加起来 那如果你想跟仲哥聊聊天的 就请大家一定要扫描这个QR Code 订阅我的YT个人频道 所以请大家帮我把这三个QR Code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请大家帮我这一点点小忙 那再来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 part 昨天就是有蛮多人聊到就是 加一加二 就是留言加一加二的人变少了 所以今天鸿海呢就是呈现了一个反弹大涨 那反弹之后我们该留意些什么呢 这边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 首先先看到这边呢 加热指数今天大涨600点 其实600点呢有过昨天的高点 而且是尾盘才过 这个盘中大概就走一个横向整理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尾盘之后呢才这边站上了这个黑黑高点 那有人会担心说今天量缩是不是不太好 那其实我们先前有一再跟大家报告过 一个行情回档之后 能快速的量缩呢是好事 因为呢量缩呢价会稳 那当然今天量缩可能跟上上担心说明天会不会放台风架 有一点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大家都在观望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望让这个量缩缩是很好的 不然每天这边五六千亿的量在这边冲来冲去 其实呢反而不容易让筹码做一个沉淀 那今天量缩呢是不是一个关键的指纹讯号呢 我认为呢 嗯这边我觉得还不太算是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实体红K棒呢还没有到这种歌的标准 我希望的红K呢是越大跟越好 或是呢出现一个爆量常来做个收脚 是收一个细长腿 那很多人认为说只要有收脚就算是一个细长腿嘛 不不不不 我们希望细长腿呢可能是像 呃MODO那样子的 就是可能180的模特那种细长腿 所以今天呢我认为还不太算是一个直纹讯号 但是呢这里你要开始去留意的 有哪些个股呢会开始开始去做表态 原来上我认为呢加权指数呢 这里呢其实反弹上来 你要开始去做一个 应该说呃这些行情你要开始去留意 有哪些个股反弹上来 你要先做个减码 因为呢这一波行情其实你可以看到 今天涨呃大涨了很多 但是大跌的也很多 这代表一件事 接下来会做一个估值调整 也就是呢过去呢可能没有什么太 呃没有什么赚钱的公司 但是却因为人为了或是资金开始把它炒上去 这种没有基本面的 你可能要先做个获利调节 反弹上来请你先站在卖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月线呢开始会有一点点压力 月线目前仍然是呈现一个下弯的 所以下弯月线如果要反弹 应该会有一点点压力 除非台电真的很猛 一路的往上走 不然的话这里呢我认为会开始走一个 横向整理 呃横向整理的大家看个股表现 虽然这里请你记得有一些比较没有基本面的 请你啊要记得反弹上来 呃这边你要做获利呃出做获利调节 或是停损出场都可以 但是你要去找寻的是 有哪些趋势是向上了 这样呢会比较容易赚到钱 白话文就是呢太弱流强 那太弱流强很多人都知道 对啊要太弱流强 但是应该怎么太弱流强 中个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你看一下均线好不好 看一下均线就知道 均线呢如果是空头排列的 其实你就应该知道反弹呢 你要站在卖方 那如果均线呢是多头排列的 有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地呢 都是一个好买点 千万不要去听那些什么江湖术士 给人讲说这里是底部抄底 结果越抄越底越贪越贫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待会呢我们会跟大家做个案例分享 请大家真的今天影片呢要看到最后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步的修正呢主要是 呃因为MIS恐慌指数大涨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超跑情人梦 也有跟大家聊到 7月8号的时候跟大家特别提醒 NAAIM经理人磁仓指数呢 来到高档 这代表说呢 这边7月下旬呢会开始进入震荡 那你可以看到行情 是不是大概又从7月15号 开始进入进入个震荡 那4天4天就跌了快2000点 那4天跌了快2000点之后 最关键是什么 MIS恐慌指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先前7月15有跟大家提醒 MIS恐慌指数大涨 那你要开始去留意你的部位了 你要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那请你不要追价找拐点 那今天拐点有点开始实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今天MIS恐慌指数呢 在昨天的时候 在昨天的时候呢 是曾经下跌 而且下跌幅度呢还蛮大 总共跌了10% 这代表一件事 就是呢 这波行情 这波的修正 因为川普 因为川普事件 这边会暂时告一个段落 行情呢会开始回归到 美股的超级财报州 央行的货币政策 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 因为呢 这边拜登退选之后 换一个贺锦利上来 那这边民调来看的话 川普未必能打得过这个贺锦利哦 目前来看的话是五五波 所以五五波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行情就是 这边反映川普事件 开始回归到 这边开始反映到基本面 开始反映到这个货币政策 所以这点行情呢 请你紧盯着 美股的超级财报州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今天马上就有两家 一家是Google 一家是Tesla 所以行情的后续呢 会怎么走 请大家要密切去留一下 接下来财报 那原理上中哥认为 大概就走一个横向整理了 如果你有拿到我这份资料 请你要去留一下 这个推背图 我觉得这推背图呢 很重要好吗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政治因素稍微降低了 那这边我认为行情呢 开始回归到这边 那政治因素 我们什么时候 要开始再去留意呢 你可以关心一下 VIX恐慌指数 或是选前一个月 你开始就要开始去留意了 因为从统计资料上来看的话 选前一个月 行情呢都会开始震荡 所以这里行情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就是谨慎的 不追价 找拐点 那有一些就是比较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赚钱的 投机公司要去留意了 去刚刚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很多个股 是呈现一个下跌的 那这些下跌的 大多都是 你可能没有听过的 比如说 就是对 我中哥也不挡人家财路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行情 我觉得这里就是 在走一个横向震荡 横向震荡呢 请你去留意 太弱流强四个字 这是今天的重点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呢 这边如果我们要太弱流强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 应该怎么做 那这边 你要去买什么股票 卖什么股票 投票 我觉得这是你今天呢 要去想一想 想一想 你往哪边布局呢 才会比较容易赚到钱 那这个小女孩呢 跟中哥没有关系 对 虽然说中哥也很想生女儿 但是呢 目前就是 还是只能在羡慕 羡慕别人有女儿 中哥只是要提醒大家 这里你真的要 好好想一想 你要想想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对你有帮助 什么是对你没有帮助 这边你要好好去 想一想 就好像 现在这边有人带你去 抄底技嘉 那中哥这边 已经跟大家讲过 H系列 我认为只适合在晚上观赏 白天呢 请你去留意 GB200 那目前H系列 技嘉也好 或是伪创也好 这些请你都不要去看了 因为呢 Emedia为了营收呢 B系列 占了八成 H系列只占了两成 那你会说 技嘉有什么GB200啊 或是伪创 他们也都说他们有 但是我跟大家聊到的是 目前的四大云端厂 Google 或是微软 或是这个亚马逊 那还有 还有家什么 脸书是不是 他们的这些 这四大云端厂 他们采用的GB200 其实不是下单给技嘉 也不是下单给伪创 最大的收益者是谁 第一个 鸿海 第二个 广达 所以你要把产业趋势给搞懂 不然的话 其实我当然知道拉回你是找买点 但是如果产业趋势不对 一定盘出个头部 你还是要硬去买 我觉得 除非你爸爸是王永庆 或是你老 你老妈是那个 女首富有谁 导播你认识吗 或是你妈妈 爸爸妈妈都很有钱的话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 无限抄底 不然我觉得这里 你真的会买到手软 那有人跟你讲 这里是底部 我觉得这里是底部 我不否认 但是带你买的人 跌破了 他做了什么动作 摊贫吗 加码吗 还是带你出场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甚至还带你去买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 我们还是要秉持着 善的循环 宋哥不能口出恶言 我只能祝福你 好不好 就是这里 你已经很明显的头部 你随便叫一个不懂股票来看 他也知道这个趋势是在往下 那这个趋势在往下 你为什么要跟他 跟他对着干呢 所以技嘉 宋哥这里真的不建议大家 就是你去买 但短信上跌升 跌升会有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 我觉得是要减码用的 怎么会有人今天 还去买这个技嘉 宋哥真的有点搞不太懂 所以这里 宋哥要很诚心的建议大家 如果你不懂了产业趋势的话 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形态 不会骗人 他这形态 就是很明显的往下 很明显的往下 即便 即便你请你的小朋友来看话 小朋友也会看到 这个趋势就是往下 所以这个已经是个 很明显的头部了 那你在买 头部成型的个股 甚至已经跌破了 对 宋哥真的只能祝福你了 那宋哥这边会想买什么 买GP200 买趋势向上 你可以看到 从120到 234.5的红海 趋势就是向上 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就算你 我们再可以用个生活化的好了 生活化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高铁 或是坐过台铁 都没关系 如果你要去北上 就算你是自己开车好了 你今天从台中 你要去北上 但是你发现 你却经过南投服务区 那你会怎么做 想必是赶快去南投服务区 尿回尿 赶快再回回头北上 而不是一路的往下开 开到高雄 才说完蛋了 我这边已经开到高雄 那我跟你讲 这边你的时间 大概两个小时就过了 这边我觉得是很浪费时间 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抄底 请你记得 买趋势是往上的 那如果趋势是往下的 我真的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鸿海呢 鸿海大家觉得仲哥买回来了吗 今天鸿海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态势 那已经重新占上200块 仲哥觉得昨天没有买 非常可惜 昨天因为我们看到 MISS口网指数还没有大跌 我认为拐点还没出现 所以呢就没有买 那没有买就错过了这个 今天的上涨 那错过了 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为什么 因为呢 这边你要在拐点还没出现的时候 进场去买 代表说你冒的是 可能会继续往下破跌风险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不需要冒这个风险 因为毕竟我的基本单 低成本的部位还在 所以我会等到 一个比较一个 应该就是说符合我tempo的一个 timing点 我才会进场 那朋友 你认为 您认为这里 众哥买了吗 买了吗 众哥 卖个小关子 好不好 你认为众哥买了就请帮我加一好吗 那如果认为我还没有买了 就请帮我留言加二好吗 所以这边众哥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 行情或许会维持在一个横向整理 这里你要在它马上再过一个高点 或许需要一个很大的利多 不然的话这里大概都是维持的横向 看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请你记得 态度有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高估值 已经开始去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回答 那鸿海这边呢 就是可以请大家 拨打022321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 就是我觉得这里趋势向上 除了鸿海我觉得还有 那还有到底是谁呢 我们这边要卖个小关子 因为这边每次在节目上公开 都被大家猜出来 对这样众哥就要喝西北风了 所以这边我们卖个小关子 你可以拨打022321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或是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那鸿海这一趴众哥就快速带过了 我想来跟大家聊聊授电 所以收定了今天蛮多人会有一点点疑问的 那其实大家也不用感到太过的太过的害怕或担心 因为如果你是三月跟着我们的话 其实我相信你都是买在低档 买在低档这样抱上来 今天今天大跌我相信对你呢 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呢你手中的部位还是赚钱的 那现在现在到底是他是涨多休息呢 还是呢会有机会呢再继续涨或是呢 开始可能要开始做一个回回档这里 我们这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 在7月18号的时候我影音呢有特别提到 如果AI涨不动了那钱会往哪边跑 我认为是往受电 大家还记得吗 我认为往受电 因为目前看完受电为止的强势整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天 大盘是呈现一个回档 但是受电呢会比较强势 那大盘今天反弹了 那钱自然是跑到一些相关的AI个股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AI都是做了一个反弹 那这边钱跑到AI了 还会开始做个回档吗 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 好吗众哥认为呢这边呢你要去留意一下CB好吗 CB那众哥认为CB目前来看的话 哎目前来看这个还没有大幅度的转换 所以我认为呢这也特定人还在 那特定人还在的话 我认为为什么今天云报人员呢会呈现重挫 众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 我的看法是呃先前我们跟大家聊到就是呢 呃有一些个股就是在除旋息行期的时候 因为先前涨多在除息当天呢很容易呈现一个重挫 那这边呢云报已经涨这么多了 那这边有一些可能就是呃一些特定人 就是特定人就是呃比如说隔日虫买盘 或是呃一些主力大户 他不想参加除息 所以呢先把这个呃先把这个股票给卖掉 那这边先先卖掉先中挫 除息后就未必会再中挫 我们跟大家讲嘛除息前先涨一波 然后呢除息当天中挫就没有然后 但是如果除息之前可以先回档这个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这些可能一些特定人或是一些大股东 可能会在除息后去做个买进 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讲是在除息的时候 或是股东会的时候 其实呢这个可转债是不能转换的 所以我们会开始期待这个CBS呃这个云报 或是红德或是森薇这边除息之后呢会开始做敲锣打鼓 那云报呢这边呢就是我认为还是一个多头排列 这里只是一个掌多回档 那红德呢也打到跌停 但是呢有做个收脚 那这个收脚呢就是众哥喜欢的细长腿 好不好这边就收呃这红德我觉得收的蛮漂亮的 那红德在8月1号的时候要除拳 那这也我觉得就是呃可能目前会因为除全息呢 再呃稍微去做个休息 那这边除息过后我觉得你就开始去留意了 因为呢除息过后特定人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敲锣打鼓再炒一波 所以暑假其实暑假我认为还是收店会是个很重要的族群 还记得吗我们今天有跟大家聊到 暑假嘎嘎嘎夏日party有可能会边拉边转 这种歌就点到为止我们会看到森薇 森薇今天也是做一个收脚 那森薇今天收脚呢就是呃还是回到三角收院去 那三角收院去呢我们就看看呢这个惯性呢 什么时候会改变 那我们先也跟大家分享 越是死尿胳膈骨后面会越喷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奇红 对奇红哪那么喷 但是呢双红双红呢就是颅颅不动 所以当时的红红二人组奇红是最先最先涨 但是呢我后来呢这个双红呢是后来居上 呃这双红一度的来到了965 你可以看到奇红呢才817而已 所以呢其实中哥蛮期待这个森薇呢超车这个云豹 就好像呢中哥期待 红海呢可以超车技嘉 所以这里呢投票中哥最后跟大家聊一下 请你呢一定要记得在这个横向整理过程中 有一些底部的个股不是你随便可以买的 我们再看一下好了 导播请你最后给我一分钟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根这根红可以多少人跟你聊伪创 我跟你讲说底部要开始喷涨 但是后来呢往下跌 那你你买在这里我觉得 呃各股呢你买在哪边都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在你买件里有消失了 你有没有做什么动作 就好像你认为这里是底部 但是如果跌破了你是凹单呢 还是加码还是摊品 就像这技嘉 技嘉怎么会有人去在这里去呃 去做做加码动作呢中哥真的是搞不懂啊 中哥只能祝福他们了 因为呢呃人各有志 对所以就是我我走我的阳光 呃那句话导播应该怎么讲 我走我的呃你走你的独木巧事 我走我的也我走我我走我的康庄大道事 就是呢我觉得这行情就是很像整理 每一个股票都有机会 但是请你记得泰路流墙 估值高了要记得反弹先减码 那你要去留意的是趋势向上个股 好了讲完了今天解盘呢 我们就到这边那除了鸿海 除了这寿电啊寿电风口珠 或者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围着强势整理个股 请你拨打0223219933 中哥会很开心的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我们明天见哦 那记得做好房台准备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